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 10月29号一致通过一项 明确规定钓鱼岛防卫 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正案 日本共同社11月30号报道说 这项将要加进2013年财政年度的 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 与奥巴马政府的立场一致 意在牵制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中国 该修正案在表明 美国对钓鱼岛的最终主权归属 不持特定立场的同时 重申了美国以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为基础 对日本政府的承诺 修正案还强调自由通行 和平与稳定 尊重国际法 畅通无阻的合法商业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修正案表示 第三方的单方面行动 不会影响美国的立场